有梗有料的艺人专访就看有你 TalkTalkTalk Hello大家好我是Casper 请给大家一个听你新歌的理由 喜欢我的歌就等于喜欢我的人 所以你必须得听我的歌 这次的歌曲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因为之前我是在台外是属于团体 那么现在以个人solo的形式来发表了第一首歌 所以对我来说也算是很特别的 在太空上遇到的外星人会跟他们进行什么序话 如果我在太空上遇到外星人 我就会跟他说 你有没有听过This is the way 没有吗 那我唱给你听 对然后他就跟着一起跳就好了 一起玩 对外太空要打一下 出当十年了有什么感悟吗 十年内我学习到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 让我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 更加的有毅力 更加的清楚自己是否要坚持在这一条道路上 所以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 你觉得和刚出道的时候的自己相比 在心态上或者说用能力上有什么成长吗 刚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有拼劲的 然后Energy很强的在舞台上 做什么都是想要争强好胜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之后呢 我现在越来越peace and love 不要佛系了 然后让弟弟们先 可以有谦让的感觉 顺其自然 相信喜欢我的一定会喜欢我的 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会后悔自己当初退赛了吗 我觉得可惜更多一点吧 就尽量往前看吧 只是说我比较可惜的是 没有给我的粉丝朋友们 更多的一些机会看到我在舞台上面的一些表现 还有我在对于音乐上面的诠释的一些态度 很可惜没有表现出来 那我也尊重节目组 对我的一些判断以及等等的 所以最后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结论 也希望大家能够往前看 也能够更多的支持我 在未来会发生的一些舞台音乐等等 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去参加亲历 您会想迷不哪个遗憾吗 我还是一样吧 我觉得 对 我觉得我在亲历里面这一次表现还不错 我还是会选择去往第一 做第一 作为男朋友的话 您认为自己是小狼狗还是小奶狗的那种 我是狮子王啊 很多人发现您是行走的荷尔蒙 我是 我的确是比较硬汉的 但是我内心是温柔的 所以外强内容 冰火交加 这样子 回答我们上期嘉宾孟子昆的提问 他想你饿了 饿了 想吃一铃菜啊 哈哈哈哈 请问我们上期采访的嘉宾 请问有个问题 听过DC德卫吗 没听过现在就是听